各位朋友您好 我是琼文 欢迎收听生肖系民学 欢迎我们的嘉宾 名讲居士 各位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葛瑞斯好 大家来了 嗨 哈喽 好 欢迎葛瑞斯 葛瑞斯每次来 都在我们这个录音室 充满了这个笑声跟欢乐 那今天要带来 哪一位朋友的疑问 我现在今天要请问的是 有一个小朋友 1996年生的 1996年生的老鼠 老鼠 他名字是三横王 三横一树王 然后永远的永 永远的永 志气的志 志气的志 王永志 志气的志 底下有个心 OK 他的整个名字看起来 好像还不错 可是唯一的第三个字 我要 有一点话要说 第三个字 志气的志 我把它分解成 上面是一个是 底下是个心 是 降四项的是 其实 你尝到一个牛 哪个牛 猪 牛羊的牛 牛马的牛 牛羊的牛 牛 老鼠排行第一 你降为四 心脏肉本身是 是看到吃不到 表示是什么 他的功课 该准备的 没准备 不该准备的 准备的一堆 也就是说什么 考试的时候 明明 预估 他会考得很好 结果 考的是 不如他的理想 徒劳无功 徒劳无功 因为心 这代表结果 这个结果就不好 所以 因为他身在王家 王家其实 在20岁以前 这个老鼠 非常好 真的还不错 表示 他做事情 因为 今天看起来 他竟然应该 已经24岁了 等于说 他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力量 已经慢慢 要接起来了 也就是说 在小的时候 身在王家 不错 老鼠为王 老鼠为王 可是王这个字 我又可以解析 他是 上土下土 上土下土 一下 两个土 对不对 这个 两个土 对于 丙子 连的老鼠来讲 丙鼠火 火生土 他对父亲 他很黏 很黏父亲 可是 底下的土 土壳水 母亲对他 就有要求了 所以 感觉上 表面是 他不错 可是事实上 母亲对他的压力 就很重 再加上他 每次考试的时候 怎么怎么考不好 其实真的是 一个建议 其实他这个年龄 可能已经不需要 在考试 如果真的还要考试的时候 母亲不能陪考 母亲陪考就造成压力 他就考不好 父亲去陪考了 还不错 这还有差别的 如果他是在 还在十六七八岁 或者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如果他要什么重要考试 其实 他的考试 其实在第三次 已经做结果了 考运不佳 已经考运不佳了 该准备的 没准备 不该准备的 准备一堆 所以在 这个 二十四岁 这位勇志 已经开始接到 勇这个字了 那勇呢 又有一个问题了 勇是不是上面一点 可是勇是一个水 整个字型是一个水 对不对 丙是属火 水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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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 是一个不要 我们讲说 不要木辣 水克火 水克火就让他嘴巴 不好开 开不了口 也就是说 你问他话 他会两个眼睛 盯到你不讲话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讲 想讲也讲不出来 可是他内在 有很多话要讲 因为他 底下只是水 跟他的水 走会合 就不善于表达 是不是 不善于跟人家沟通 对 不容易沟通 不善于 也就是说 他沟通不良 真正解释 他被磕 水克火是 他被磕 所以他沟通上 有问题 然后第三次又不好 所以 20岁以后 走下坡 如果真要算 我要 把他往这个字 来切割的话 从11岁以后 他的运势 就一直不好 就不太好 那国内斯是这样吗 还有妈妈 对他是不是也蛮严厉的 这个小孩子 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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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读书不得法 是话不多 可是人家很帅 因为他第二个字好 第二个字音编好 表示他女性朋友 缘得很不错 他长得其实 蛮有外援的 外援 他外援很好 然后长得又帅 可是呢 欲言幼稚 真正是要认他的个性来讲 个性又很 阴柔 柔柔的 阴阴的 对 没有个性的一个男孩子 所以 从面相学来看 他可能 面相学是从倒三角形的 倒三角形 额头高高的 大大的 然后眼颊到下巴 尖尖的 就是这个王永志 这三个字的 是 但是你说他的帅 就是有点纸粉气 并不是属于男生的帅 也可以 就说柔柔的 有女性缘 不过 他交到女孩子 可能也没结果 也没结果 又从哪个字看出来 第三次不好 第三次代表他的妻缘 也代表他的 结果 结果跟子女的缘分 第三个字不好 是不是说 他妻子 而女的缘分都没有 那等于说 交归交 结婚 对 他就等于说 有原媒分的 有原媒分 这个字气 这个字很多男生用 对 所以很多人 都一半以上不适用 如果他是属老虎 属老虎很好 属狗还可以用 属老虎 属蛇最棒 蛇 生肖蛇最好用这个字 男生的话 老虎第二 狗第三 狗第三 就三个生肖都吃肉的 可是那个屎 屎是代表牛 牛跟蛇 是不是走三合 那就蛇 唯一的蛇好 蛇最好 可是老虎排行第三 牛第二 是不是升格了 老虎也不错 生肖虎的人 也可以用 字气的这个字 狗稍微差一点点 我不要理性 迷学了啦 太难学了啦 老虎我在想说 这个是 虎是应该称王嘛 他连个士气的士 是降士的士 已经降格 他居然说老虎第三 这个士是老二 就变成升格 你说这个姓名学 我还要不要玩 我不了解太多了啦 所以这么难学吧 不好说把它贯通 不好贯通 你要多 融会 我个人也是觉得 在研究西米学 发现中国文字 真的太奥妙了 我自己都觉得 他怎么这个字这样 结果他在命理上 又能够连结 那真是太奥妙了 这个造字学 怎么造出来的 你看中国文字 其实好几千万了 你怎么能够把每个字 都有意义的 把它造出 它的那种形 每个都叫字 管它是什么样 先吃肉的 先把它叫字就好了 妹妹一定要生肖识 生肖不适合就不能用 没有啊 虎啊狗啊 这三个生肖不太好 这三个吃肉的 那我现在讲了 太太如果不喜欢吃肉 怎么办 我自己吃就好了 对 那叫夫妻之间 我们使用这个夫妻 现在都是财产各自的 那个夫妻就不容易相处 就会有离婚的感觉 那怎么办 对 其实没想起是 不好 到六十岁分开 也没有关系 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 敏昌军师都一直提到一个 男生要负责任 女生要温柔 然后一定最好要有婚姻关系 我觉得敏昌军师一直在强调的 也是传统文化 真的 以前的文化就是 就是要这样吧 家和万事兴 那这样以后都叫着 像我姓邢的 女生都行圈圈 然后男生叫邢叉 等他结婚以后 再来取名字 这样子 幽默一下 不列入考虑 确实难 所以在以往我帮朋友取名字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客人实在太多了 我怎么做 我不去问他有没有婚姻对象 那是根本来不及问 来不及问 除非他自己讲了 我就把他加进去 因为你这 又说来不及了 刚给他又离了 我要多一些考虑 多一些时间去分析 然后多一些时间去做下结论 那个时间是很宝贵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久以前的老朋友 你的名字可能不完全十分完美 为什么因为当时你可能还处于不少婚姻状态 所以没有把你的另外一半的生肖 把考虑进来 不过我就想人各有命了 也不是我故意的 所以这就是提出来的 对朋友抱歉一声 好 就是之前呢 明讲局是有帮一般人在取名字的时候 一个月真的取200多个人的名字 哇 这一天下来真的也是 也是累透了 然后就像你讲的 当时去找你的时候 可能是未婚的状态 对 所以明讲局是根据你未婚的时候 给你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对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 生子了 哇 原来这三个都还有互相的关系 是啊 哇 可是这样子永远取不完了 名字改不完了 等一下还没取完又生孩子了 那又要影响 那又要影响 局势还好有耐心啦 就是说尽量能考虑到的就尽量了 对 所以其实名字呢 当然影响人的一个命运啦 其实真的最重要还是像明讲局是讲的 就是说就是做好事 存好心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Grace 欢迎Grace下次再来 谢谢明讲局是 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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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